用经验与智慧解决魔虚问题 欢迎来到沙伦志姐 在魔虚加工中 魔虚噪音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魔虚噪音有时候会引起魔虚问题 有时候弓箭魔虚表面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魔虚噪音预示着问题的产生即将来临 因此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魔虚噪音的问题 那么引起魔虚噪音产生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应该如何解决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第一个引起魔虚噪音的原因是魔虚速度过快 魔虚速度过快会增加魔虚力 但是魔虚速度过快会引起震动 特别是在弓箭比较硬的时候 再一个就是杀热的平衡性问题 如果杀热的平衡做不好 在魔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震动 因此我们在杀热出厂之前 应该对杀热进行动平衡或者静平衡 以确保杀热的平衡性问题 再一个就是杀热的选用与弓箭材料不匹配 针对不同材质的弓箭 我们应该选择不同材料的杀热 杀热的选择包括磨料 力度 不同的硬度都要匹配 第四个就是魔虚压力过大 如果魔虚压力过大 一方面会导致弓箭表面的损伤 另外一方面也会导致震动的产生 再一个就是设备的震动问题 设备的安装 以及设备在魔虚加工中 都会受到零部件的磨损 磨损情况比较严重 就会导致设备整体发生震动 从而把震动传导到杀热与弓箭的磨损表面当中 再一个就是杀热磨损严重 当杀热磨损严重 杀热表面不平整 或者杀热的窃取力不强的时候 就会引起震动的产生 因此我们应该及时的进行修整 或者更换杀热 再一个就是冷却液不足或者使用不当 冷却液的作用在魔虚过程中不仅起着冷却的作用 也起着润滑的作用 选择合适的冷却液 保证冷却液的充足 充刷到合适的位置 这样才能避免噪音的产生 再一个就是弓箭固定不牢固 容易在魔虚加工中 杀热的安装不到位 或者杀热的主轴或者零部件遭到磨损 导致杀热的不稳定 在魔虚过程中就会产生噪音 尤其是对复杂的弓箭进行加工 噪音有为明显 这有办法是用合适的家具来进行弓箭的固定 对于形状复杂的弓箭 我们可以进行分步骤或者分区域进行魔虚 因此杀热魔虚噪音是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 如果还想了解更加详细的文本描述 可以看我写的文章 杀热魔虚噪音原因分析与解决方案 本次内容由杀热模具一本通作者 波报分享 欢迎您下次收听